我们关心完这个俄乌战争的 战况的第一线 我们现在把这个美国的角色 给拉下来 因为非常重要 美国换了这个总统 现在来看到接下来是说 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 就在这个川普确定胜选之后的 隔天7号的时候 川普呢 他在佛州的海湖俱乐部 就致电给普丁了 建议俄方不要让战争升级 他还提醒川普说 美国在欧洲拥有 非常大的军事的力量 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 有没有打这通电话 根据现在俄罗斯克公的说法 他已经反击了这个邮报的报道 他说根本就是假讯息啊 他们双方根本就没有对话 那不过呢 确实也被问到说 如果普丁的话 他是否接下来打算 跟川普接触的时候 这个克公也说 目前都没有这些具体的计划 这一节我们要来特别看看 川普他上任之后的 内阁人士布局分析 接下来这场战争怎么走 乌克兰得被迫割地了吗 川普我们注意到 他在明年的1月20号 就会正式的来做就职了 不过现在有很多的传闻都说 川普他急着 好像想要跟这个普丁来谈 因为想要结束战争 如果他这么着急的话 这样子的态度上 到底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做法 大使怎么看 我个人觉得他是不能算错误的做法了 因为他在竞选期间不是讲一句话 全世界都知道 搞不好外太空都听到了 他说恶物战争啊 我这样24小时就结束 我一通电话就可以解决了 当然这个话讲了就言出必行嘛 当然现在不可能那么短时间结束 但是我想任何的总统候选人 他当想总统那一刻 他知道把目前全世界的两大区域的战役 一定要做一个解决 这是我想美国总统 因为他第一个要拼业绩 你刚才担任美国的领导人 也许这两个美国沉重的军事 跟政治地缘政治的负担 赶紧赶紧解除掉 就像当初那个尼克森上任的时候 要把越战赶紧结束掉 还有雷根上来的时候 要把伊朗人自然尽快解除掉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基本功 就变成常识问题 所以我想川普要解决两个战役 我个人感觉是俄乌战争的解决的可能性 还比中东还容易度高一点 因为可以谈 所以为什么川普迫不及待 跟普丁通话 他就目的在此 当然普丁那边 他不可能说你通电话 我就全部都跟你说yes 不可能的 所以还是还有很多问题 而且萧伊古 刚刚谈到萧伊古 刚去大陆访问 俄罗斯现在最大的可靠的国际的兄弟 铁杆兄弟就是中国大陆 他不能可以因为美国来 我给你美国示好 那这样影响到我跟中国的关系 而且美国的目的 也离间俄中两国的关系 明眼人一看就知 所以正是川普要这样做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做 他这样做是对的 也没有错 但效果如何呢 我们不知道 但他不做 那一定没有效果 要做可以继续试试看 而且我想为什么华盛顿邮报先出来 因为华府邮报一定是奉川普的船队的指示 把效果露出来 先做一个宣传上 做一个大内宣 让知道我们看川普开始改成这个做事 言出必行 可是为什么俄罗斯会反对呢 他一定要反对 他算是国际的姿态 还是国际外面上睁眼说瞎话 这种例子很多了 我相信是有通电话 但是俄罗斯不能承认 因为他对中国还要交代 他对西欧也不信任 所以基本上俄罗斯尤其普丁 这两三年来 对应了美国跟欧洲西方国家 他严重地缺乏信任感 他知道川普要有求于他 那这有效果我还要端一端 而且他马上就说唱反调 说没这回事 表示让川普知道 以后你再给我通话 你就小心一点 我不是什么事情都配合你演出的 就下马威 后世代还有更多 更多的戏码接着上演 好不愧是外交官大使帮 我们看到这背后政治的角力 其实这一场战争 接下来怎么走 除了关心川普之外 刚刚说了非常重要的 就是接下来他的内阁 那现在正在进行的 就是他的内阁人士 虽然他还没有正式的上任 但是已经开始在布局了 而且说这一次 在川普他二度回国之后 可能会用的就是他自家人 接下来对乌克兰的立场 将会变得更为强硬 尤其我们今天要看到一个人物 就是川普他的长子 好这一位是小川普 他同样 这个最近几天放话 也是非常的鹰派 他在社群媒体上就嘲讽 德伦斯基说 你还有38天就要断粮了 他说他的父亲川普上任之后 会中断对乌克兰的援助 小川普他还暗示新政府将会排除 这一些主战派人士将会 将不会在这个内阁里面了 确实川普先前也很明确地表示过 两位非常坚定支持乌克兰的共和党的要角 包括了前国务卿龐贝奥 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 都不在内阁名单当中 这个立场跟小川普是一致的 川普都还没有上任 而是已经对这些国事说三道四了 我们现在要来看小川普 会不会比他的爸爸更为鹰派 更为六亲不认 未来他会如何再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 靳哥怎么看 我想我必须讲的比较残酷一点 这个会咬的狗是不会叫 会叫的狗是不会咬 真正有影响力的谋士心腹智囊 基本上都是隐身幕后 不会轻易对外发言 我们讲一个最具体的例子 那天盛选的时候 他介绍未来的白宫幕僚上 之前有谁听过他 对不对 那是真正是有影响力的人 在这些都只出来带风向 去放话造势的 所以你也不必太认真 那说裙带关系或者亲族关系 是不是就会真正在第二个任期得势 我倒是提醒一下 第一任期 这个川普的第一前景 有多么的风光 各种地方 还记得当初在共和党大会 他出来的那个演讲 几乎就奠定了 这个就是川普 那个强势竞选 那个效用之大 然后他那个夫婿 Kunash的 对不对 那这个不知道包揽多少生意 而且做了这么大的影响 那金安在 现在已经失势了 这因见不远 对不对 就是你太得意了 你成为亲子 就是说你有这种亲族关系 你知道就算这些 你说是宫廷斗争也好 你说是怎么样而已好 就是你真的是不能超越你自己的地位 所以你看到现在第一千金 第一千金这次出来助血也没有 对不对 最后才露脸 那就是标准的失势 我相信这个小川普 要是不自爱 很快也就再见了 好所以内阁的影响力如何 到时候我们要看到一月份 这个整个川普上任之后 我们才可以比较清楚的看到 那不过现在有比较确定的一些内阁名单 是这个国务卿的部分 预计会是卢比欧来做担任 那川普现在也正在快速整合其他的团队 包括在外交跟国家政策 刚刚提到的卢比欧 大家可能会比较陌生一点点 其实当初川普今年在考虑 要选他的副总统搭档的时候 曾经传出可能是他 最后他改变主意了 卢比欧我们来看看他的政治立场 画面上我们看到 在政治立场方面 2010年的时候 他担任的是佛州参议员到现在 外交上都是比较鹰派的 对中跟对伊朗的态度尤其强硬 所以在当时2020年的时候 他曾经因为关心香港国安法 而被中国外交部给制裁了 好我们看到这一波人士 从国防外交到情报团队 跟川普一样都是比较鹰派的 但是比较不一样的是 川普很善于做交易 接下来他有办法在中俄之间 如何来做交易 而且接下来他拿出来谈判 做交易的这个议题 可能会是哪一件事情呢 刘老师怎么看 是基本上我认为一句说 其实川普是聪明的生意人 所以他不可能跟中俄同时交恶 那因为主要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今天如果跟中俄同时交恶 就一个理性的决策者来讲的话 在美国现在有这么多的一个问题 的一个情况之上来讲的话 他等于陷入多面作战的一个情况 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了解 川普上任他其实也会依据民调去做 去priority 那现在美国民众最在乎的其实是内政 就是经济的一个部分 跟移民的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也是川普在 选前的一些相关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政见 那借由这样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政见 他也难刮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选票 所以基本上上任之后 一定是以内政为主 希望能够去救经济 虽然没有办法 有利甘见影的一个效果 但就是说 我觉得以川普的一个聪明才智 他绝对会在经济跟移民的一个面向上面 去拿出比较大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动作 那第二部分来说 是因为现今美国 对于中东战事 或者是俄乌战事来讲的话 也芳心胃癌 那在战争都还没有办法解决 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一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你怎么有底气 怎么有本钱去跟中俄 去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交恶 你拜托中俄双方去控制战争都来不及了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理性决策来讲的话 只要是理性决策的领导人 应该都是这样去做处理 那当然就是说 大家也会认为川普作为一个狂人 大家都称为川狂 那川狂到底会不会去走理性决策 Rational Choice这样的一个路径 其实我觉得要有一定程度的一个观察期间 那当然就是说 最先被拿出来当作筹码上谈判桌的话 可能就是乌克兰 因为乌克兰它基本上比较弱 那川普的一个考量来说的话 我今天只要针对比较弱的一个乌克兰 把它搞定 然后我就可以拿乌克兰作为筹码 去跟普丁去谈 双方上谈判说 控制俄乌战争的一个情况 跟事态的一个可能机会就会比较高 那第二个就是 刚斯敏也有讲到 就是在态度上面来讲的话 其实川普之前也都带讽带四针对泽伦斯基不断的往美国跑 然后他是一个很厉害的推销员 动辄去美国就是百万美金就入贷等等援助不断 那川普也有相关一些论述 对于这样的一个美元援助不断 他也觉得有一点点不耐烦 加上他儿子小川普所讲的相关一些论述 他的内阁阁员里面又没有主战派的蓬佩欧 然后他的副手又是希望能够断绝对乌克兰援助的fence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的话 美国的一个姿态 川普政府的一个姿态 我觉得是摆得蛮明的 就是说乌克兰变成第一个被季奇上谈判桌 去凸显出川普政绩的一种可能性 当然也是川普的一个理性考量之一 毕竟能够快速的去控制俄乌战士 他就能够落实他之前所讲的 二四小时之内要解决俄乌战争 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一个政绩 因为毕竟就内政你说经济跟移民的一个问题 你要有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并不是特别容易 那但是呢国际上面只要俄乌战争 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控制 那川普的二四小时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有多元的解释 好我们剩下最后一分钟 可不可以请教大使 你如果看就是川普上任之后 针对中俄之间的关系 他会如何来做安排 我想那个基本上因为川普过去 他第一任的时候 跟普丁的关系若即若离 一段时间他才知道 他跟俄国有一种勾结 但现在他后来一直一概否认 但是我相信普丁跟川普 过去personally可能有一点联系 但现在professionally 川普目前他主要的对象 敌人 他认为敌人还是中国大陆 他认为俄罗斯是已经开始往下走 所以我觉得他在中俄之间 他保持一个平衡点 他两边都要去玩 都要去做交易 if you play one against the other 或play the other way around 两边互相来玩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对 他的政策的目标是要跟中国 开始要维持一个竞争合作的关系 但是对俄罗斯呢 只要第一次先不谈未来 把目前俄乌战争先画个停损点 至少暂时签一个和平协议 这有可能不能永远解决的话 目前暂停俄乌战役 然后再来处理跟中国的关系 当然美中关系也更复杂了 但现在美国 我觉得中国大陆这两天要听到说 Marco Rubio要担任国务卿的话 我想北京方面一定会很担心 因为他过去还制裁过这个Marco Rubio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 这是不是传闻会不会属实 我们还不知道 还没有正式地发表 当然我们台北方面会觉得蛮高兴的 过去很支持台湾的 支持我们中华民国的 但是总而言之 我觉得普丁的这个 不对不起 川普的他未来对这个中俄两个对手 他一定花很多功夫 去研究一个因应办法 所以现在还得继续观望下去 是 谢谢大使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来 好 ook 好 好 e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